我再請教 因為現在可能電價的部分 馬上就會漲價了 看起來是漲價是在必行 那有沒有考慮過 有沒有開源節流的部分 本席先比對了 今天的這個台電的預算書 2023年到2024年 用人成本人事費用增加多少 部長你手邊有沒有資料 這個有一點細 用人費用有點細 這個細節可能要看那個資料才會知道 屢拆費用有多少增加 拆屢費用 那個委員是不是我請台電會後 再給您資料好不好 這不用 因為本期期已經查完了 我只是想知道 為什麼會增加那麼多的用人費用 跟拆屢費用 用人費用增加 主要是因為最近這幾年 我們的那個 增加多少錢 退休潮很高 不是啊 你不是退休金沒有增加太多 最主要是薪資的部分 增加了2023年到2024年 這預算書增加了17億的用人費用 是不是 退休金的那個 不只退休金啦 你不用一直扯退休金 它是整體的用人費用 連薪資都增加了 旅餐費用增加了多少 旅運費 增加了5億元 增加了5億元 旅運費可能有包括說國內國外出差 但是怎麼會增加5億元 本期要提出來是講是說 有沒有開源跟節流 就是說你現在在做電價的上漲的時候 當然會直接轉嫁到民生的成本 但另外一部分我們有沒有做節流 為什麼會我們的用人費用也大增 為什麼我們的旅餐費用也大增 而且這都比2023年成長了那麼多 這個沒有問題 本期 這不是沒有問題 部長 部長剛剛我連問你 數字你都不清楚 部長 我先要要求你先把沒有問題這句話收回 並且給本期一個書面報告 當然尊重主席 但是我說要求經濟部下午給本期一個書面報告 好好說明為什麼會用人費用跟旅運費用增加那麼多 本期會持續追這個議題 我們繼續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謝謝 好 謝謝